我覺得就是活在這個世界上 不要太消耗這個地球上的資源 不要一直去想要得到什麼 而是想說可以付出什麼 回饋給這個地球跟大自然 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人真的太渺小了 所以不要總是一直想著我自己要怎麼樣 而是要想說 我可以為這個世界跟為這個地球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自己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不要太張揚 不要消耗地球太多資源 然後低調的好好的活著 然後盡自己能做到的力量 就是對這個世界或是這個地球做一些我覺得好的事情 然後讓這個世界盡量有一些小小的地方 長得像自己期望的那樣 大家都會說什麼 善良啊什麼什麼的 好像很抽象啊 可是其實我覺得 善良要一直維持善良 而且要堅持善良這件事情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很容易大家可能會因為一些各種立場或是什麼的 人在某一種節骨眼上可能會展露某一種人性 那那個東西不見得很善良 可能會過度傷害這個世界 那所以我覺得越長大 越困難的是維持那種單純善良的東西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堅持善良的活在這個世界 然後當然不會是一個完美的人 也不可能完全的完美 但是我很想要用自己的力量 實現我心中長得善良的世界 應該長怎麼樣的方式去活著